大周星星传讯 白羊狮子射手 哪些要注意呢 老规矩 我们不画饼诸打壁垒哈 大家可以选出你最有感应的一种秘笔 然后打出来激活能量 注意的话是日土四分 那么白羊射手的话 郁郁寡欢 北感压力 没什么状态做事情 白羊最好及时调整一下吧 避免过度悲观哈 可以外出去散心 读书瑜伽 或者看一些电影去转化心情 射手的话会面临家庭长辈 米库防止压力 容易缺乏安全感 吃过惆怅 狮子主要就是亲密关系 还有铝铺的问题 你可能会想要找一些乐子 但是比较容易就是被扫兴哈 周二的话就是月经和水海四分 那么白羊射护学习感情 有一些惊喜 可能会出行旅游 也容易为此消费 那么近期外出需要注意安全 避免迷路 狮子的话 桃花很旺哈 非容易有好消息 部分人可能会有呱呱的小鸡呀 啊 然后近期的话呢 小心爱话饼 花言巧语的烂桃吧 感情欺骗或者一些投资大饼 射手魅力就四射了 容易得到关注或者贵人成群 受欢迎 但是最近容易嘴瓢说错话 沟通矛盾争吵 跟家人也存在一些欺瞒跟欺骗 周三的话就心情比较复杂 那么早上白羊射手可能就是会做一些跟 文书报告记录相关的事情 跟他打交道 白羊可能需要去处理车票 证件 学习 排猛外相关的事情吧 射手适合开发脑洞 然后记录一些敏感创意 狮子的话可能会邂逅一些去人去世 有网络射手逃花 那么下午 大家都比较适合搞米 搞事业 也会满得热火朝天 近期的话米故事比较不错的 当最佳的就是当主白羊他 射手可能会有一些搞米的计划 狮子要注意一下身体跟宠物 然后周四是摩羯座的心愿 那么这是二四年的第一个心愿 而且是在这个代表物质世俗以及名律地位 追求事业成就的摩羯座 那不用多说话 去漏冲 一定要去积极的许愿 为二四年开个好童 白羊狮子的话容易有一些事业的新机遇 然后白羊可能会 甚至加薪 换工作 换领导 新规划 狮子可能会接到新offer吧 或者一些新的任务 部分人可能会提解 甚至接触了 或者相关的 射手的话 民运有一些惊奇 可能会有新的曼宁路子 然后或者收入渠道 胃口也很大开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美食口服 周五的话是月木拱 还有 不对不对不对 周五是这个月 还有月木四分哈 那白羊的话 那比较容易吃和玩乐 或者请客 社交 文购 直播 破费 射手可能会外出 处理一些工作相关的事情 出差或者面试培训吧 也会有一些学习 狮子的话需要平衡一下感情的事业 然后近期的话呢 白羊的事业其实很顶 目标感很强 然后指行力也很强 容易建立一些威望 狮子的话就很忙咯 所事都任务重 还建立劳易结合 然后避免身体破防 射手的话你运势比较好的 但是开支也很大 工作的机遇很多 周六的话是月经六合 那么大家的心情都比较不错 适合去取悦自我 白羊射手可能会跟朋友出游聚会 互动 吃瓜八卦 白羊外出也会有一些好事 桃花 甚至开场所在这个校园图书馆都可以 射手的话可能会有面试考试 短途旅行 失业或者想跳槽的人 近期都可以好好保护一下吧 然后狮子的话感情比较和谐 合作也很顺利 子女运会比较强 场所就是游乐场或者一些娱乐地方 部分人可能会送礼收礼 或者被亲朋好有介绍对象 周日的话心向多多 白羊可能会想要独处 部分人会居家加班 思考一些事业方面的规划 或者蚂蚓方面的想法 然后做这个 心灵艺术瑜伽的白羊迷命就很强强 狮子的话容易有迷惑的危机 带入了压力 要劳逸结合 注意一下身体健康跟亲密关系 事业可能会有一些利好 射手跟家人相处会有一些压力吧 可能会想要赶紧脱离人生家庭 容易为家人花蜜 同天的话 水星是进入了某些 做那么未来二十多天 白羊狮子工作方面的沟通 应该是比较多的 而且可能会处理一些跟文字沟通 报告相关的东西 然后规划比较清晰 灵感也很多 狮子的话容易有副业 兼职外快 射手高米的想法很活跃 这个合作或者感情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利好 然后就是收获吧 那没什么的话 祝大家都能够愉快的度过下周关键铃铛记我的天 拜拜